哈喽大家好我是竖琴小信人 今天呢又要跟大家一起来开箱了 要开箱的是这个Crystal 28线的小竖琴 那我们一起看一下吧 好的我已经把它给拆出来了 这个套子这个花纹我是第一次见的 因为以前买的竖琴基本低色 要不就是亮蓝色 所以这种格子花纹的琴套还是挺可爱的 第一次见到 那我们现在把它拿出来吧 然后这个包里面呢是放着我们这个 撕个琴腿 然后可以把这个琴架起来 那我现在已经把这个琴套拆开了 是长这样的吧 Hello Doobie 然后这里有个小袋子 哎呀 Doobie怎么坐在这里了 哎呀走开一点 Doobie 然后这里有个小袋子 这个琴呢他还送了一个调音的扳手 我们一起打开看一下长什么样子的 但是我一般不怎么用他们送的调音 因为太小了 然后不是那么好去调音 然后我现在把它打开了 然后我自己没有很喜欢用这种小小的 所以一般我买到这种小的竖琴我都不会用 我用我自己大的这个 因为他的这个手柄的部分 我觉得调音的时候会省很多力气 所以我一般这种我就不会拆 然后因为开箱嘛 所以我就拆给大家看一下 它是长这个样子的 也蛮好看的咖啡色我觉得蛮复古的 但是我还是喜欢这种粉红色的 好然后我把这个竖琴拿上来了 然后我试着把它扛到我的这个大腿上 我现在穿的是平底鞋 所以我觉得它的高度呢也还行 但然后它还是有点重量的 因为我觉得竖琴如果太轻的话呢 你架在这个大腿上弹它 它很晃对不对 像这样 然后你稍微大一点动作 感觉它就晃得不行呀 所以这台我觉得它还是有点重量的 但是它配了几条很长的腿 所以我觉得其实如果把这个竖琴跟那个 它的竖琴腿接起来的话呢也还是挺好的 如果你长时间架在这个腿上弹 其实也蛮累的 然后可能腿都要压出一些印子来 然后呢这次我就买了这个圆木色 因为我觉得小的竖琴呢 好像浅色会比较可爱 然后因为我已经买了很多这种黑不垃圾的琴了 如果这个小竖琴还买一堆黑的 那真的很有点无聊 然后我是看到我的学生 他们买的那个风格23 还有那些本色爱因斯 就那个圆木色好公主饭啊 就是我以前自己都没这么有研究 但是后面看着他们谈这么好看的颜色的琴 就觉得我也好想要有一台圆木色的琴 说一下它的圆木色好了 因为我现在这个灯它是黄光灯 所以它打下来还是会偏黄的 如果白天看的话会偏白一点点 但是它的这个圆木的颜色呢 我觉得跟这个23还有 它还是新的23吧 然后这个新的爱因斯 还是比的话还是会黄一点 但是其实这种圆木色的琴它放久了 你放个三五年之后 或者十年二十年之后 它都会慢慢变黄 但是它是可接受的那种黄 它不会黄的像一个柠檬一样 好 所以这个我就选了这个颜色 这个琴好像它有123 它有四个八度 所以其实要谈一些就是入门啊 入坑这样 或者一些简单的流行曲 我觉得应该是OK的 还是需要有点力道的 然后我现在用的是这种比较大的 这种调音扳手 然后也会觉得需要有点力道 然后如果我现在 我待会试一下用这个 它送的这个 可能要需要更大的力气去转动它 然后我们还是调到这个C小调 我刚已经调过一遍了 我现在是再重新调 因为这种心情它走音会走的特别快 我觉得好像在这个视频里面拍起来 它好像显得很大一台 其实它食物并没有这么大 我感觉是这个视频可能是一个广角镜头 它这个边缘把它就是拉宽了 所以其实它呢就还好 其实它没有很大一台 它是这个时间 但是它是什么 然后它是什么 然后它是一个小调音 它就只是一个小调音 它是个小调音 它在这个小调音 它是这样 所以它们就像它 有点力的 一台小调音 它是这个调音 它是什么 它是什么 那么像它 它是一个小调音 那么这样 它就像它 我觉得它的中间这一部分的弦呢 也没有很紧 然后因为它松一点 所以其实对你的手的力道 其实它的要求没有那么高 还算是比较好弹的 像这种 怎么搞的 它已经走音了吗 好 那今天呢 我们的竖琴开箱分享呢 就来到这里了 然后大家记得 继续关注我的微博 还有我的B站 还有这个竖琴小信人的微信公众号 还有我们的Q群 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咯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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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